位于土城的捷运板南县顶浦站 今天早上六点通车 从顶浦站到台北车站 只要三十分钟 将可以带给土城民众交通上的便利 台北捷运板南县顶浦站 五号下午举行完工通车典礼 将在六号上午六点通车 不少民众很高兴将可缩短交通时间 是等车的时间 我觉得就是等车的时间 可能比大车还久 大概两分钟它就会到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会节省 差不多真的有半个钟头 捷运公司表示同车后 从临浦站到台北车站 只要三十分钟相当方便 不过台北市场客户者也要求 未来捷运规划到新建的速度 要再加快 捷运工程局工程品质都非常好 就是从规划到完成 常常太久了 久到后来那个规划跟最后完成了 都已经差了十几年 就规划上就变成不切实际了 所以这个也造成我们在很多 在行政上的困扰 行委市长朱立仁说 顶浦站是板南县最后一里路 也是未来三一县的第一块拼图 他提议将板南县改称为城南县 应该土城我们到南港 应该叫城南县不是比较好吗 整个大台北地区从土城到南港城南地区 能够兜通二十三站 对所有民众来讲这是一个福音 不过在鼎浦站外 不少土城中央路四段的民众前来抗议 要求三一县的这个路段能够地下化 新美市交通局对此表示会来针对抗议民众诉求 进行研究并和民众持续对话 不过目前还是以中央核定的 高价化方案进行规划 继续叫张熊 陈柏玉 新北报道